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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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主位同修 先开注解 四百九十八页 四百九十八页 请看第三页 纳罗言者 意为胜利 或监劳 这个纳罗言 它翻成中文 就是胜利 或者翻为 监劳 它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 这是梵天王的别名 第二个 是纠莫罗什大师 所讲的 纳罗言 是诸天的大利士 这类的众生 他们端正 雄剑 第三个 是大日经书 第十卷 所讲的 毗留天 有很多别名 就是纳罗言天的别名 而这些众生 都是佛的化身 有密藏 有密藏纪约 纳罗言天 三面 青黄色 右手持轮 成 加楼 罗鸟 这个括弧里面说 它是 成鸟 表 空性 你看人家出门 是 什么作家 听说最近 美国 有一部新的科幻电影 叫那个什么 阿凡达 当然这是 幻想的 就是说 有一类的众生 他出门是 骑那个大鸟 而实际上天人 他们这个能力 远远超过 我们一般人 这个加楼 罗鸟 就是经上一般 所讲的 大鸵 金翅鸟 这是我们一般人 看不到的 这些鸟类 第四个 是《涅槃经书》 第七卷 讲 纳罗言 此番 金刚 把它翻成中文 那就是金刚 乃十九 直金刚 之一 所以它是 十九位 直金刚 里面的一位 关于这个 十九 直金刚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下册 六百五十七页 参考资料 下册 六百五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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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找十九 直金刚 他说 此为大日如来之内眷俗 什么叫做内眷俗呢 就是 这就是诸佛 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佛的藏水弟子 佛走到哪儿 这些护法神就会跟到哪里 他们呢 他们都是这个金刚神的身份 列于大日经之首 所以这个大日经你一展开 就看到这十九位 金刚的名号 皆为菩提心之功德相 佛身边的这些弟子 各个都是真心真愿 真正发菩提心 修行的大菩萨 而这个十九 是表法的 它不是一个确切的数目字 表这一类的金刚护法 十者阴之满数 九者阳之满数 所以十跟九 是圆满的阴阳数 这个阳数就是基数 大家学过数学 这个基数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 三 五 七 九 等一下 阳数是基数 那就是一 三 五 七 九 相对的 那个阴数呢 就是二 四 六 八 十 满数就是圆满的数 所以阴数是双数 此十九执金刚 尽 尽理智一切之 诸尊以 这个尽就是说 都包括尽了 理智 理是理体 是本体 智是起作用 从体起作用 一切之诸尊 一切诸佛跟法身菩萨 都包括在里面 这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个说法 对于显教 余切论之 十九无知 而为十九 差别致印 或为金刚手 为总 十八 金刚 为九尊 理智之素 显教 是相对于密教 而说的 显教里面呢 有 于切诗的论 这部论呢 分量很大 是弥勒菩萨 所写的 它有一百卷 这个里面就提到了 十九无知 什么叫做无知呢 无知就是见性 般若基里面说 般若无知 是讲般若之体 是清净平等觉 不起作用的时候 是无知 当它起作用的呢 就是无所不知 所以基因上说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那这两句话 哪一句话 更加重要呢 我们修行到底修什么 其实就是修个无知 您能够做到无知 以后呢 才会确实 像其他宗教 赞美上帝那个样子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可是我们一般 凡夫犯了个什么毛病呢 什么都想知 您有所知 最后呢 就有所不知 所知道的就很有限 就好像个金字塔一样的 越往上面去 那个范围就越来越窄 那这个无知啊 我们换个说法 大家比较好懂 就是放下 内在的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三大烦恼 那其他经论是说的 见识烦恼 成沙烦恼 跟无名烦恼 佛家 所追求的 最终极的目标 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各个 这辈子 都能够明心见心 大测道 所以成佛 开智慧 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把所有烦恼 习气全都放下 您就会 入到这个境界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 诸解 498页 第七行 498 第七行 唯摩金云 纳罗言 菩萨 古著经家 多为众生 身心相依 身有苦乐 心必忧喜 心有忧喜 身有损意 这一段的解释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至关重要 说身心 这是把众生的分为 两个部分 那说得多一点的呢 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 五蕴 色 受 想 行 是 身就是属于色 那这个心呢 就是 受 想 行 是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希望自己长寿 这里就交给我们一个 窍门 什么呢 要让自己啊 少烦 少脑 换句话说 不要起心动念 不要分别 也不要执着 其实人为什么 活得那么辛苦 身体为什么那么多病痛呢 一句话 就是想多了 说得不好听点 胡思乱想 这就造成了自己的种种麻烦 就连现代的量子力学家也懂得这一个事实 他们有一句话最近才提出来 以心控物 那个物就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在内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身体呢 就是自己的意念 自己的想法 所有想法当中 哪一个想法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嘛 大家都明白了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一个意念是 纯净 纯善的 换句话说 不想阿弥陀佛 我们想别的 这个都叫 忘念 咋念 所以佛很慈悲 来到我们这个时间呢 把这一个修身养性的 最简单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告诉我们呢 其实让我们身体健康啊 这还是呢 很小的一个利益 我们念佛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 能够让我们永远回归自信 人 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就认为这个身体啊 是他自己 为了这个虚假的身体呢 不晓得造了多少轮回业 而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 学过一点点医学的人都知道 学那个解剖学 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身体是不可得的 想想我们到最后 一命呜呼的时候 这个身体我们还能够带走吗 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生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带着过去生所造的夜而来 那这一生死了之后 再去别的一道投胎 也是带着这一辈子 所造的夜 再去另外一个法界 受生 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这一生造什么样的夜了 所以古大德说得好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国 今生作者是 我们想要以后成佛 那现在就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意念 底下继续讲 法旧云 如来身力无边 犹如心力 为什么佛的身力 能够达到无边呢 因为他的心力 没有边际 身是物质现象 心呢 是主导这个现象的 物质现象从哪来呢 连现在的科学家也都知道了 所谓的物质根本就不存在 所有的物质 都是意念的波动现象 所以我们自己 一定要把这个思想 牢牢地安住在 想这句阿弥陀佛上 而阿弥陀佛呢 又是无量无边 没有这个界限的 有密集力是精云 如来之身 成钩所体 犹如金刚 坑然坚决 不可破坏 故愿国中众生 三叶庄严 体固如金刚 力强如纳罗言 同聚书圣深夜也 看着这一段的介绍啊 也让我们非常感恩 佛菩萨的恩等 一切诸佛 对我们最大的恩惠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我们这一辈子 快快成佛 我们成佛之后 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里就提到一点 您成佛之后 那个身体叫做勾索体 这个勾索体啊 是讲我们这个身体结构 我们那个身体呢 确实实实像金上所讲的 是金刚不坏身 大家如果看了 观无量受佛经理就知道了 成佛之后 你那个报身 有八万四千相 每一相有八万四千毫 美好能够放八万四千光 每一道光呢 又有诸佛菩萨 讲经说法 您说这种身体这么好 为什么不去争取呢 为什么不把它恢复过来呢 再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 大家应该感觉到今天比较热了吧 明天更热 明天哦 不管您在哪 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受不了啊 温度高一点 够呛 温度冷一点 也难受啊 不像佛这个金刚不坏身 不管是在炎热的地区 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他不会受任何的作用 他能够做得了主 所以我们成佛呢 一定要恢复自己原有的法身 法身 他能够生报身 报身 再生这个印身 化身 所以法身是后面三身之体 而我们现在每个人这个身体 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于过去身中所造作的业 业力变现出来的 再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样子 我们过去身中造的业好不好 其实从我们自己的模样 就能够判断出 前世而造的业怎么样 大家说是不是 每个人长得不同 是因为前辈子 造的善业恶业不一样啊 那可不可以改呢 可不可以把自己模样 再改成好的相貌呢 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了凡私讯 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尽量从今天起 不再用阿勒业 不用忘心 不用第六十 不用第七十 也不用第八十 第六十是分别 第七十是执着 第八十是阿勒业 那我们怎么做呢 尽量用清净心 平等心 好 说的最简单一句吧 多想阿弥陀佛 多念阿弥陀佛 您这个容貌呢 一定会越来越端正 看起来呢 越来越年轻 所以这个常常念佛人 您就发现到 他这个模样啊 衰老得比较慢 他是有衰老的一个相 但是比一般常人呢 速度要慢一些 所以这里讲 故愿国中众生 三叶庄严 这个三叶就是指的 深叶 口叶 义业 这也是我们要认真效法的 所以我们的深叶要清净 口叶要清净 义业当然也要做到清净 佛确确实实做到这一点 你看佛这个智慧现前呢 他真的叫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看这个《大章经》 是佛讲出来的 在他之前 没有人讲过《大章经》 给佛听 那他这个思路 为什么那么敏捷呢 为什么能够讲出 这么多的经论出来呢 我们一看经理就知道 他是一个真正 开智慧的 大德 就是在于人家 内心里面 没有任何妄想分别之中 从他这个身体 也可以看得出 佛的身体好得不得了啊 怎么好得不得了呢 他每天晚上在哪里休息啊 树下一宿 大家要不要今天晚上试一下 您家里不是有树吗 您就可能怕冷吧 那怕这个半叶山根太冷了 你就裹几条被子 佛是 三一 所以呢 到了中夜分的时候 他三件袈裟搭在身上 就够了 当然我们也晓得 印度是炎热国家 所以三一 足够保暖 可是我们也要明白 佛那个勾连体的身体 他来到我们图巴这个地方 视线臣佛 他也可以做到什么 三一 没问题的 我们敢不敢树下一宿呢 忠然灵感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出现什么现象呢 就昏倒了 就病倒了 到那个时候呢 还要赶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 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身体 那个强健的程度 远远不如 佛陀 所以说修清尽心 好处太多太多 下面 精一密教 直金刚 金刚手 金刚萨夺等 乃一名之意义 所以我们看了密宗的典籍呢 就知道 经上所说的 直金刚 金刚手 或者呢 金刚萨夺 说法不一样 其实是指的 同样一桩事情 仁王金念诵仪轨上云 此金刚手 即普贤菩萨也 手持金刚处则 表起正知 犹如金刚 能断我法 维系 仗固 根据这个 仁王金 仪轨卷上 所说的 金刚手 菩萨 原来就是 普贤菩萨 所以普贤菩萨 到处现身 那么 在环境上的 普贤菩萨 他手里拿着 金刚处 这个金刚处是法器 我们上次学过了 那这个法器是 表什么呢 表智慧 表正知 我们每个众生 自信里面 都具有般若智慧 就好像是金刚一样 这种智慧呢 它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它可以 断我法 维系 账 固 粗的账 能够断 那个维系的账 也都可以把它 消除 什么叫维系账呢 就是指的 无始无明的习气 连这个最难断的 它也都可以把它断掉 那哪一种人 可以开始断这种 无明习气呢 原教出祝菩萨 他们就开始断了 一直到最后 等觉菩萨 把最后一瓶 无始无明的习气 也断掉 它就不称为 菩萨了 它就称为 妙觉如来 再看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学佛这么多年 烦恼断了多少 不要说无始无明的习气 这个烦恼没有断 连剑尸烦恼也没有断 连这个沉沙烦恼 也没有破除 这就证明我们功夫啊 还是不得力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 读经读得太少 听经听得太少 念佛时间不够 不够长 拜佛呢 也不行 所以我们到达结论世界 就是希望自己啊 用功半道 每天都不间断 我们在这个世界啊 想要用功不间断 太难太难了 你刚刚想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经好好念佛 就怎么样呢 就有亲戚朋友打电话来 叫你出去 到哪里吃吃喝喝 到处游玩 刚刚静下心来 想要用功 就有人来敲门 把你给叫出去 所以在这个说婆世界啊 想要有一个理想的 修道的场所 没有大福报 真的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啊 如果不修也不行了 所以人生在世 一定要有福 福又从哪里开始修其呢 观经上就讲得很好 我们要修 静业三福 静业三福第一条就讲到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然后呢 再修第二福 第三福 到最后 把我们所有烦恼 全都断掉了 您这个自信里面 所具足的 智慧德能向好 它都能够恢复过来 在现前 我们尽量练习 不要用第六识 也不要用第七识 无量节来 我们已经养成个坏习惯 这个六根接触到外面境界呢 很容易就用第六识分别 就用第七识制住 这样子来运用它的话 就是在造六道轮回业 怎么让自己不造这些业呢 要能够立刻想得起 经文里面的话出来 佛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当我们刚刚一起心 一动念的时候 马上就把这个金刚界里面的 金句呢 要提起来 都是假象 所以我不应该分别 也不应该执着 其实还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快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任何想法冒出来 您通通都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从根本上 把这些杂念妄想 全都取而带之 所以我们有空多念佛 这个对我们保持身心健康 有极大的好处 接着下面说 有圣无动尊 大威怒王 秘密 陀罗尼 金云 此金刚手 是法身大师 是故 名 普贤 这些呢 都是从啊 报身 来说的 从他现象 来讲的 即从如来 得持 金刚 除 其 金刚 除 五智 所成 故名 金刚 手 这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尊菩萨 他被称为金刚手 在这里他有一个名项 叫做五智 五种智慧 下面我们再看参考资料下册 一千零七十一页 一千零七十一页 大家从后面找比较快 一千零七十一页 大家找五智 五种智慧 那物神要汇报的内容呢 跟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对照着来看 这个物神要汇报的内容呢 是取自于佛学大词典 在词典里面告诉我们 五智 显教转八时 而成就四智 以立为究竟之 报身如来 这是显教里面讲 转八时 转八时 成就四种智慧 转什么呢 转前五时 为曾所作之 转第六一时 为妙观察之 转第七 莫纳时 为平等性之 转阿勒耶 也就是第八时 为大圆禁之 你能够做到转八时 成之 在显教来说呢 你就圆满成佛了 那我们这个显教啊 只是讲到第八时 而密教呢 他讲第九时 第九时 有一个称呼 叫做安摩罗时 这个就是八时的本体 所以啊 第九时 在显畏 为八时之 总体 八时 就是 这个第九时 变现出来的 那第九时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自信 就是真如 一般显教啊 不再立 一个第九时 显教 说八时 是妄心 阿勒耶 是妄心 那这个阿勒耶 从哪里来的呢 从真如本性里面 来的 他怎么出现的呢 法相中 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 这个无名呢 就是阿勒耶 那么他现在 把这个体啊 称为呢 第九时 密教于此 加第九时 所转 之法界 体性之 而为五之 这是密宗说的 显教呢 只是讲到四之 那密宗呢 多了一个 法界 体性之 以为 以为金刚界 智 法身之 大日如来 学密宗的人 学密宗的人 大家都知道 有一尊 大日如来 而我们 显教呢 大家会 常常看到 皮鲁哲 那如来 我们尽宗呢 大家最熟悉了 阿弥陀佛 其实这三尊如来 它是什么关系 三而一 一而三 关于这个五制呢 我们 再看 它这个 详细的 说明 第一个 法界 体性之 是转 安摩罗时 所得 法界 有差别 之一 诸法 差别 其数 过于 沉沙 是为 法界 诸法的 数量呢 没办法算得出来 无量无边 所以 这个 称它为 法界 法界 体性 就是 六大 六大 大家应该知道了 地 随 火 风 空 剑 而这个论语经上面呢 说的更多 它说七大 七大就是 地随 火 风 空 剑 十 多了一个十 大日 这大日如来 大日 诸于此 六大 法界之 三昧 名为 法界 体性 之 足 方便 究竟 之 德 这个 法界 体性 之 就是 自信 本具的 智慧 险教呢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年 这个禅宗六祖 昆仑大师 开悟时候 就讲到 五句话 其中一句话就说呢 这个自信 它是 本自 具足 我们自信 具足什么 他老人家没有讲得很详细 环境上说出来了 自信 具足 智慧 德能 向好 那智慧 密宗讲 五种智 显教讲 四字 德能 向好 我们跟佛呢 其实是完全都一样的 升到几种世纪啊 就是希望自己 统统能够恢复过来 这个智慧 德能 向好 这是第一种智慧 那后面的 这个四种智慧呢 密宗所说的 跟我们 闲教 所讲的呢 就是一样的了 第二个是 大圆 静之 这个圆 静啊 就是说 圆的静之 它这个比喻 这种智慧 是转 阿勒也时 所得 显现 法界 之万象 它显现 现前 法界里面的万象 就犹如 大圆静智的 智慧 这种智慧 现前 那整个法界里面的 所有情况 没有 您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 学到 修到 成到 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恢复 本能 看看我们现在 好可怜呢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承不承认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我知道东西很多 是吗 那我们请问一下 您过去身中 叫什么 您过去身中 在哪呢 什么身份呢 您过去身中的家人 有哪些呢 他们叫什么呢 都不晓得 再过去身呢 又过去身呢 全都 懵懵懂懂 所以啊 一定要开智慧 开了智慧 您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事情 全都知晓 第三种智慧 叫做 平等性智 它是转 莫纳时 所得 也就是转 这个第七时 从诸法 平等 作用 之质也 说到这个 一切法 不平等 我们从哪里 可以很明显地 看得出来呢 待会下了课了 为诺敲引轻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 一站起来 你就发现到 不平等了 什么不平等呢 身高 是不是 男重跟男重 身高不一样 女重跟女重 身高不一样 然后我们各自的模样 也长得都不相同 为什么身高 相貌不同呢 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 我们造的业不一样 所以啊 这个 个人的福报 基于如何 跟别人 没有任何关系 和我们自己本身的 造作的 生业 口业 异业 有直接的关联 从今天起 我们要修什么呢 就像这里 第三个智慧所讲的 我们要修平等性 看待一切法 要用平等性来对待 第四种 叫做妙观察制 是转意识所得 就是转这个第六识 就是转这个第六识得到的 分别好妙诸法而观察重机 说法断意之之也 这种智慧呢 这个妙观察制 是横顺众生的全知 怎么说呢 佛度众生 他要做到 横顺众生 是一些功德 你看当年佛讲经 先讲化言 讲完之后 看到大家一般人都听不懂 他只能够 从最 低的这个层次 开始教去 这样大家才能够接受吗 佛讲什么呢 讲阿罕 阿罕说了什么内容呢 伦理道德因果 这完全都是随身大家 可是到后面八年呢 这个方等 就是一半随身大家 一半就不随身大家 所以方等的时候呢 他既有小圣之法 也有一点点大圣法 过了二十年之后 到了般若这个部分呢 二十二年 佛就完全讲 这个诸法实相 这个时候就没有随身 一般人的程度 这个二十二年当中 讲了实相 把它一归纳 就是四句话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到最后八年 讲法华涅槃 说的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大家 就近圆满成佛 所以法华经 讲的是一圣法 就是帮我们大家 各个可以做到 转巴士 成世制 你看佛这个教学 就好像一个楼梯一样的 帮助我们呢 逐步向上提高 第五种智慧 是曾所作之 是转言等之 五十所得 因为有智慧 曾就自立立他 妙业之志也 这种智慧现前 那就太好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这些色相 就称为妙色 耳朵所听到的音声 就称为妙音 难道我们现在眼睛 看的耳朵听的 就不妙吗 很不妙 为什么不妙呢 我们用这个前五十呢 有这个杂染在其中 哪些杂染呢 有分别有执着在里面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要把这个五十里面的 分别执着 通通都放下 您把这些都放下 看到的事实真相 就一清二楚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好了 大家如果往前面看 你看这张讲座 大家看这个讲座 您认为您看到多少 顶多吧 大家能够看到正前方 或者上面一点点 两边一点点 那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你就看不到了 它这个下面是什么 你也看不到 里面是什么呢 您也见不到 从这儿就能够看得出 我们一般人 这个前五十的功用 非常的薄弱 所以学习佛法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之一 就是恢复我们六根本来的功能 因此不学佛 那个损失就很大 认真学佛呢 好处多得不得了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 金刚杵是密宗上师 所用的法器 那么一般呢 是用这个铜啊 所做的 两面五半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五谷 金刚杵 这个五谷呢 是代表五支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五种智慧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再看朱节 在这个朱节 四百九十八页倒数第一行 他有讲 经愿文曰 金刚纳罗言身 若具显机 则如过去朱节 视为天上利施 纳罗言神 大力坚固之身 金刚纳罗言身 就显教来说 就向上来讲 则如过去朱节 这个朱节就是指 以前的主持大德的解释 这个金刚纳罗言身 是谁啊 是天上利施 纳罗言神 我们一般称他为 金刚神 大力坚固之身 取这个意思 金句密意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根据密中的 教义来讲 金刚与纳罗言 君士直金刚 所以这两个名称 是一个意思 简称金刚 论其密本 如果讲到 它的根本是什么 它的根本是 金刚萨多 萨多是菩萨 所以这个是金刚菩萨 即是菩萨乃法身大事 菩萨菩萨不是一般人 大家看到华言经就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 人家是等觉菩萨 他不但在华藏世界现身 他也在密法里面 无处不在 所以密中所讲的金刚 是菩萨菩萨的化身 那菩萨菩萨 有没有劝大家将来以后 到达极乐世界 有 华上会上 菩萨菩萨 劝大家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 玄秘的同修 您从这里的介绍 就可以看得出来 菩萨菩萨 有没有劝 玄秘的大众 也求生极乐世界 通通有这个含义在其中 有密教尊金刚 为视线 唯猛像之佛 关于这点 大家现在抬头 往两边看 我们这个讲堂两边 都是密中的 这个佛菩萨的造型 那我们这个正前方呢 是显教的 佛像的造型 阿弥陀佛嘛 跟这一阵 释迦牟尼佛 你看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显教的造型 跟密中的 其他的 佛菩萨的造型 有很大的不同 是不是 那么密教的 这些佛菩萨的形象 他们看起来怎么样呢 威猛 那我们显教的 佛菩萨形象 看起来呢 非常柔和 是不是 所以有 这个佛 视线度众身呢 方法没有固定的 该线什么身 他就线什么身 那么在密中呢 佛菩萨形象 这个威猛像呢 特别多 这表什么呢 是表用智慧 降伏魔怨 后面接着讲 是以金刚纳罗延伸 因解为 等同如来之金刚身 或金刚体 圣道集的国土啊 恭喜大家 各个都是呢 得到了金刚身 金刚体 具体来讲 我们生到基督世界啊 肚子再也不饿了 再也不渴了 您到达基督世界 再也不必担忧 这个吃喝的事情了 饮食方面不必担心 同时呢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人也不会衰老了 人呢 也不会生病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人再也不死了 所以这里再继续介绍 这个金刚身 是指 金刚不坏之身 为佛身也 我们生到基督世界啊 那个身体跟阿弥陀佛的身体呢 一模一样 涅槃精云 如来生者 是常住身 不可坏身 金刚之身 常住 是对这个生灭而讲的 说实在的 我们这个使法界的众生的身体啊 都是生灭身 没有一法 不是生灭的 那么众生呢 尤其是六道众生 最难放下的是哪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身体 就里面来讲 我们的精神状态 心里面我们哪一样 最难放下呢 就是情职 所以人能够把这个身体的本质看清楚 他就不会再去计较 这个设身 晓得设身吗 是我所拥有的一样东西 自己的身不可得 那身外之物的人事物呢 没有一样 您可以得到 可以据为己有 其实啊 有一个行业的人呢 他这个看破放下 应该很容易修成 但是这边是哪一个行业 殡仪馆 是不是 你看他接待这些王者的家属 先安排好这个棺木 尺寸 资料 价格等等 然后呢 再把这个王者 很恭敬地放到这个棺木里面 举行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之后 然后就把它慢慢地推到那个焚化炉 把这个棺木送进那个焚化炉之后 启动这个按流 到第二天 再把这个棺木 整个全部拉出来 你看到什么 昨天看到的那个棺木 包括那一个王者 全都变成什么 灰烬 这不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吗 所以人呢 要能够从这一个现象当中 了解到一个道理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而我们升到极度世界呢 就有一个完全的变化 现在这个虚假的身 到达极度世界 我们那个身叫做常住身 是不坏身 金刚身 这种身体好啊 所谓的风吹雨打 严寒酷俗 都受得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所有同修 都有这样一个金刚身 明天纵然是达到39度 我们这个讲堂不开冷气 也照样没问题 问题是我们还是个夜报身吗 所以明天上课之前呢 还要先开冷气 不开冷气 我们坐到这儿 都是怎么样呢 大汗淋漓 大家没有想到 法师穿得比你们多 大家说是不是 您只穿一两件 法师要外面加上 还加上海青 法师 他还没上台 都已经开始流汗了 还讲上一个半小时 那里面都已经怎么样 里面都下大雨了 卸下袈裟海青 就看着那个衣服都湿透的 那法师还是在台上讲的 兴高才烈的 那我们看佛呢 再热的天气 没问题 再怎么冰冷的地方呢 他也是谈笑丰盛 这就是金刚身的妙用 接着 心意仁王经约 世尊导师 金刚体 心形极灭 转法轮 良弊苏悦 金刚体者 兼顾具足 体者深野 佛身兼顾 犹如金刚 念老很慈悲 为我们从大章记里面 搜入这么多的资料 告诉我们呢 佛在心上所说的这件事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若具密意 这是密宗的教义 则往生者 亦如世尊 得金刚 不坏之体 故皆 寿命无量 身具金刚 坚固之力 这些也是给我们 增强了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 愿文 再看到这个 经书柱 里面的描述 真的让我们 这个求愿往生 极乐世界的 愿心 信心 越发坚固 人都是希望自己 步步高升 所以我们从这个 说佛世界离开 升到极乐国土 所有的环境 全都变化了 哪里像现在 我们目前居住这个地球 请问您满不满意 祝您安心吗 吃放心吗 呼吸的空气 您觉得 可以吗 真的看到 事实真一向的时候 吓得吓死了 吃吃不下去 喝喝不下去 呼吸也不敢呼吸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不像在极乐世界 永远是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天天都是快乐 无比的心情 这个是讲到 第三十二愿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 第三十三愿 光明会变愿 经文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无边变才 这也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 同时也讲到我们这个智慧的妙用 身是身体 顶呢 是说我们的头顶 身体每一个部位 皆有光明照耀 大家看佛像 你就发现到 佛这个身后会有一个光圈 那这个光圈 一般是多长的距离呢 一丈 我们人身上有没有光圈呢 也有 多长呢 两寸 我们是两寸 佛是一丈 这就远远不如 佛的这个光明 殊胜了 比佛寿命无量 国中天人寿命 一皆无量 可以讲这两句经文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所有的无量当中 哪一个无量居首位呢 寿命 人如果不是长寿 您终然拥有很高的地位 再多的财富 再多的家庭眷属 到后来怎么样呢 都是一场空 所以万德当中 第一种 就是我们寿命长久 那想要寿命长就 一定要积德 不积德 人的寿命就会断 按照古人的说法 如果人不能够活到六十岁 都算是什么 短命的 可是我们现在听说 很多人都不到六十岁 走了 真的这个 世事摆在我们面前 世间人事先这些事情 让我们看到 听到我们要能够觉悟 生到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 毕佛光明无量 世故毕国人民身顶 皆有光明照耀 从这一段的描述 我们就晓得 不但阿弥陀佛身上有光 那每一个往生的大众呢 统统都放光 诸位同修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身上都放光 现在我们这个讲堂 要不要开灯呢 不需要 这个什么 冷灯 后面这个两盏灯 都不需要开了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放光嘛 而且这个光明呢 看起来非常柔和 不像世间的这些灯光 像这个阳光嘛 看起来很刺眼 电灯光呢 看起来时间久了 我们眼睛也受不了 佛菩萨的光 您看得再久 也不会不舒服 这就讲到极乐世界啊 是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 主是阿弥陀佛 伴呢 是指极乐世界 所有的往生的大众 包括六道众生 还有这些身为原觉菩萨 大家怎么样呢 一如 什么叫一如啊 就是完全相同 也就是平等的意思 有光明者 自盈未知光 什么叫光啊 就是它发出光 照外面的境界 那明呢 就是照的意思 它能够照外面这些 种种的境界向 照物 未知明 有二用 第一个是破暗 这个暗是指的 愚痴 烦恼 习气 这不是一般的光明 它是指的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一照 我们内在的所有的烦恼习气 全都能够啊 化为乌有 第二个作用是 宪法 这个宪法的范围啊 非常之广 具体来讲 也就是众生呢 希望 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佛菩萨形象 诸佛如来呢 跟这些法僧大士 都能够献一个 他满意的身相 让他看 盖佛之光明 是智慧之相 见往生论诸下 在极乐国土啊 这些佛菩萨 不但有智慧 而且呢 人人身上都放光 所以极乐国土 也称为大光明障 因此在极乐世界啊 您无论到哪个地方去参观 绝对看不到极乐世界 有电线杆的 它也不可能有呢 发电阵 没有任何电灯 这些设备 因为那里呢 有情众生放光 无情众生呢 也能够发出光明 有照日明三昧 经下云 是知 大智发外 能照法界 名为光明 这个光明呢 是指我们自信 本来具足的 般若智慧 佛在华言经上 讲得那么清楚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就是前面那一句话 所说的 主伴亦如 可是我们现在就觉得 自己跟佛 相差挺大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因为佛已经把 见识烦恼 尘杀烦恼 无名烦恼 全都舍弃掉了 我们呢 不但没有舍弃 还在天天 增长自己烦恼 这就是很麻烦的一桩事 所以佛菩萨来到世界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为我们讲经教学 让我们 最终能够做到 转八十 乘四肢 帮助我们呢 转迷为物 转凡乘胜 有涅槃精云 光明 明为智慧 所以什么叫智慧 光明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光明 那光明从哪里来呢 从自信的智慧里面 流露出来的 因此 智慧跟光明 是一 不是二 智慧是体 光明 是智慧的启用 也可以说是他的现象 有大会禅师曰 只以此光宣妙法 是法即是此光明 不离是光说此法 经上讲的光 就是自信 本具的智慧 换句话说 诸佛菩萨们 明行见信了 到那个时候啊 该献什么身 该说什么法 该怎么去度众生 这些佛菩萨 完全清楚 都能够呢 随应众生的 种种需求 满足大家的愿望 到那个时候 通通都能够 帮助大众 使自己的烦恼 吸气呢 逐步逐步地 放得下 这就是听经文法的 作用 是法即是此光明 我们就以 释迦牟尼佛来说好了 是人所讲的 四十九年的经法 我们说大藏经 这个大藏经是什么呢 全是自信剥柔 说句真话 假如我们大家的天眼开了 您现在往这个右边 前面看 这书架上面的大藏经 现在怎么样 大放光彩 如果晚上啊 您看这个讲堂 您就看到这个讲堂 怎么样呢 一片光明 可是我们看这个大藏经 没有光明 我们现在眼前这一部 无量手机 也没有看到光放出来 不是它不放光 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个眼根呢 有障碍 就好像一个收音机吧 大家应该看过收音机 或者说手机好了 您这个手机呢 如果哪一个零件出了问题 它不能够接收信息 对方发再多的信息给您 打电话给您 也收不到 也接不到 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 不是对方有问题 那怎么样 使我们的六根 全都正常运作呢 还是刚才那句话 要把自己的所有烦恼习气 统统都放下 一旦全都放下 六根的能力就 一下子 全都恢复过来 一旦恢复过来 您是什么心情呢 佛经上常讲 法喜充满了 所以说学佛有什么好处呢 能够使我们 把事实真相 越看越清楚 把事实真相呢 弄得越来越明白 常言说得好 理得心安 心安理得 他能够做到心安 这个人就快乐 所以我们看 中国这个字 它是很有智慧的 安 乐 心如果不安 它就不可能乐 那怎么能够让自己心安呢 要做到和平 所以四个字 和平 安 乐 前面一个字 是后面一个字的因 后面一个字 是前面一个字的果 您想要得到 后面一个字的果 就必须要修前面一个字的因 那这个和 就跟老主宗也讲了 家和万世心 佛家呢 也讲到六和经 我们首先 我们自己本身 要能够做到和 怎么样自己本身做到和呢 要学习修清静 修平等 能够做到这两点 那您这个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每一个部位 每一个器官 它就不会出问题 无论是色身 还是心理现象 都是达到最正常 所以我们呢 还在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这个是什么 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 都在呢 破坏我们这个身体的正常运作 说得白一点 就是在 折损自己的寿命 让自己这个原本健康的身体呢 越病越差 因此我们这一生呢 过得幸福不幸福 快乐不快乐 决定权是在自己本身 不在外面 学佛嘛 就是要能够做到 主宰自己 不能够呢 再把外面的假象啊 依旧是当做是真的 您还把外面六成 进阶误以为真 那是没有看清楚 说得比较通俗一点 看走眼呢 那有智慧的人呢 每一桩事情 看得清清楚楚 并且人家呢 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就是他的功夫 这是他的智慧 下面的话呢 是念了我所讲的 比国天人 身顶 既有长光 极乐世界的大众啊 也是蛮复杂的 所谓的始法界众生 都升到那边 那这里讲的是 阶层最低的 这讲六道众生 我们六道众生 升到极乐世界 怎么样呢 也都有这个长光 这个长光啊 正是智慧成就 刚刚不是说吗 佛这个身体 那个长光 是多长呢 一照 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一道光圈 就是围绕着佛这个身体 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锐像 是因为他的智慧现前 哪一天我们的智慧也现前 您一走出去 您这个身体就怎么样呢 也是一个圆的光圈 所以修清净平等觉 就能够使我们大家开智慧 还有 以佛力互佑 果智慧殊胜 这尊佛是哪一尊佛呢 阿弥陀佛 升到极乐世界的所有大众 通通都平等得到 阿弥陀佛的加持 那佛所证得的是 佛制 不思一致 不可称致 大圣广致 无等无伦 罪上圣致 这是五种智慧 这五种智慧 那边的大众 西街造疗 全都具足 因此升到极乐世界 一下子把我们呢 有一个天人的身份 提高到佛的这个地位 顾云 成就一切智慧 成就一切智慧是理 是体 并且获得无边变才 前面是养体 那这个呢 是说的现象 跟它的作用 变才无碍 这个是像 作用呢 是能够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什么又叫变才呀 下面有个解释 它是指 善巧眼说 法意之财 言是表演 做出来给大家看 说呢 是说明 法是一切法 一切法的毅力啊 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 那我们在菩萨身上呢 通通都能够见得到 言是现身说法 说是用言语来开导 就以佛来讲 它当年呢 视线八项成道 明显的 从三十岁之后 人家天天都在做一样事情 不变的 坚持到底 每天都这样子 八个小时讲经 所以啊 听经文法的大众呢 久而久之 慢慢的 他就觉悟了 静隐书约 这是随朝 慧音老法师讲的 言能辩了 语能裁巧 这个辩呢 就是辩论 了呢 就是明了 语能裁巧 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这个人有口才 诸位同修 您稀不希望自己有口才啊 有种人 他就很希望自己有口才 老师嘛 对不对 他一进了教师 那对学生呢 滔滔不绝 讲个不停 因为他能够 言能辩了 语能裁巧 所以称为辩才 其实 这个无碍的辩才 是每个人都希望 拥有的能力 念老在讲 又诸菩萨说法之质变 称为四无碍之 这个四无碍之呢 也叫做四无碍解 或者叫做四无碍变 说法不同 意思呢 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法无碍 法指的是 明 句 文 能全之叫法 明就是明相 明词述语 句呢 就是语句 那文呢 就是若干句 把它合在一起 讲一桩事情 就叫做文 这是我们班常说的一段 这个字 句 段 他们能全之叫法 看了这些文字 我们就懂得里面的 这些异理了 这是讲到法无碍 能全之法 能全之叫 经典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个全 它有几个意思 也就是句 句竹 还有善 善桥 还有言 言语 这三种意思 那么这次讲到啊 法无碍 第二个呢 是意无碍 这个意啊 是说的道理 知 教法所全之一理 而无知 这个知呢 就是说障碍 佛菩萨呢 对这个教法里面 所说的理啊 他都能够通达无碍 也就是说他明白 他不但自己明白 他也能够讲得 听众都明白 第三个是 词无碍 词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字 词 他讲得很恰当 这个人呢 很有修养 与各地诸方之言词 通达 自在 世界各地 文字 有很多种 语言呢 有很多种 那佛菩萨呢 他不用学 全都怎么样了 一接触 就晓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外语学院 就不必再办了 是不是 我们本身就有这样能力了 要学一门外语 很不容易啊 第四个是 要说无碍 这个乐读要的音 就是爱好 那要说呢 就是说 他喜欢讲经说法 喜欢呢 教化众生 上面这三种之 为众生 要说 自在 他果真愿意做这段事情 那就是佛门所讲的 法布式 世尊呢 这一点 是做得非常到位 释迦摩尼佛这样子 我们再看中国的孔子 孟子 庄子 老子 这些儒家 道家的大德 也是这个样子 其他宗教的 这些创始人呢 也都是天天在讲经说道 又名 辩无碍 其余正理 其无碍之言说 名为辩无碍 这个就是他 变财 没有一点点 障碍 彼国人民 这是讲极乐世界的人民 这包括我们 大家在列 由于成就 一切智慧 故得 无边 变财 以四五爱 变 红眼 法 药 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球上 也很想 讲经说法 但是呢 有很多人 他担心 担心什么 他怕他讲错 他怕他讲错 要背应过 所以有很多人 他不敢 站出来 讲 佛经 那我们到达 极乐世界之后 您有没有能力 出来讲经说法呢 就可以了 为什么 这讲到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各个都有 四种无碍的变财 就算是 我们刚刚才生到极乐世界 莲花一开 您见到阿弥陀佛 才没多久 您就有能力 到他方国土 为大众 讲经说法 这就很不可思议了 凭什么 有这种本事呢 是阿弥陀佛 微神之力的加持 就是我们大家 这个语言的能力 思维的能力 超过 我们往生之前的 那种程度 这是外力的帮助 我们的能力 一下子大幅度地提高 提高到像 阿弥陀佛那个样子 所以要生到极乐世界 真的叫妙不可言 好处太多了 这个是第三十三院 下面再讲三十四院 善谈法药院 经文 善谈诸法密药 说经行道 欲如终生 若不而辙 不取正觉 这个是第十六章 最后一段 下面解释 善谈诸法密药 乃第四四 也就是三十四 善谈法药院 密则密药之一 言法门之深奥也 难道佛法里面 也有所谓的密 其实佛法里面 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那为什么经上也讲 这个密呢 这个密啊 是说那个道理 太深了 事项呢 太复杂了 忠下根性人呢 看了听了 没办法听懂 他也看不懂 所以对于这些 诸法密药 佛就不对这些 忠下根性人数 下面再解释 有秘密之一 言法门隐秘 所以我们要了解 它不是秘密 它是什么 隐秘 不义是人也 对方不是这个程度 您跟他讲了 纵然您呢 嘴皮子都说破了 他依旧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佛菩萨 祖师大德 为大众 开示 讲经说法 他要做到什么 关机 要让这个人呢 心 静到 急处 才给他讲 他不是那个程度 贸然跟他说 说到最后呢 他也是听不懂 所以呢 对于上根人 就要用上根的方法 对于中根人 就要用中根的方法 对于下根人呢 也要用适合他的方式 给他讲 下面再具体来解释 密要者 如法华文句 五约 这个是智者大师 给法华经写的注解 四十余年 运在佛心 他无知者 名为密 师尊讲经呢 时间不短了 四十九年 那么佛有一些话呢 他是 一开始没有讲的 可是到最后呢 看到众生的程度啊 提高到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佛这个时候呢 就敞开来说 毫无保留地说 我们就说这个般若经好了 佛讲般若经 等了多久才开始讲呢 等了二十年 所以前面的十二年讲阿含 后面再等 这个八年方等的时间 总共二十年 有了这二十年的基础 再给大家讲诸法十项 这个时候 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就能够接受了 他不会在那边一边听 一边昏沉 一边听呢 一边在那边胡思乱想 听不懂啊 那也是蛮难受的 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 的的确确是有智慧 对我们大众呢 是栩栩善用 这次讲这个密 下面再解释这个要 一圣直到 总摄万图 要是重要的意思 它怎么个重要法呢 它是一圣法的直到 很直的一条道路 那既然是直的 它就不会拐弯抹角了 它呢是总摄万法 也就是总一切法 这个法就是明心见心 佛对于上上根人呢 那是把他最想讲的法呢 说出来给他听 所以我们看当年 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 他就想把这个成佛的方法 传给我们中国人 但是达摩祖师辛辛苦 来我们中国弘法 结果他找到几个传人呢 只有一个 慧可大师 还不错了 还有一个传人 他老人家呢 没有白跑一趟 那慧可大师呢 继续往下面传 传到三组 四组 五组 五组最后传到六组 可是我们要知道 中门呢 那个方法 修学起来 真正够资个人 毕竟是少数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学这个禅宗呢 你看六组谈经就很清楚了 慧能大师讲呢 上上根人 才可以跟他学习这个 最上法 那换句话说 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等等 这些根线人 没资格 也就是说 不能够了脱生死啊 而我们现在遇到的净土法门呢 谁可以学这个法门呢 任何人都行 所谓的 三根谱皮 利盾全收 你只要肯做到三个字 人人都能够往生到极头世界 哪三个字呢 信 愿 信 所以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 深入念老这个注解 目的何在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无量寿经 相信净土法门 相信 这个 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相信念佛呢 决定可以生到极乐国土 同时 我们真的也发大愿 这一生 早一点 升到极乐国土 再加上一天到晚 直持名号 人人都能够得度 所以学习这部经呢 它的作用非常之大 可以帮助我们这一辈子呢 了脱生死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大家有没有觉得 今天内容比较深一点 务神看大家表情 好像是比较深一点 不过没关系 这个佛法嘛 它毕竟是有 这个各种层次的内容 我们纵然一开始 听起来不太容易理解 没关系 听一遍 懂得一点点 再听第二遍 就懂得更多 只要每天坚持听下去 读经呢 天天读下去 久而久之 您总有一天呢 会豁然大悟 肯定会有这一天的 莫学勿胜出席练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至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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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